3月21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佳珍 非政府组织涉嫌冒充警察 并盗用警方标志 肆无忌惮地向芙蓉商家募捐 一名年轻华裔中医师 不愿再有民众遭受这群假警所骗 向罗白区邹议员邹世洋做出投诉 中医师蔡永信指出 她在3月19号下午2点45分 接获一通电话 对方自称是警察 并以援助警员名义 向她募捐300令吉 她以生意欠家拒绝以后 对方还不死心 限义她捐出150令吉 还硬说他们巡逻需要汽油费 需要向商家募捐 对方以一种近似威胁的口气 让她感觉像是在催收保护费 而被迫就范 随后上门收钱的人 和与她通电话的人一样 是一名约30多岁的马来人 一身变装看起来并不像是警员 尽管募捐信上住民不建议使用现金 但对方还是照样收取了150令吉的现金 总总迹象令人怀疑就是诈骗 因此 她针对上述组织采取这种不当的募捐手法 向警方备案 并希望民众作为借鉴 另外 根据周世阳向芙蓉景区副主任罗斯里了解 警方不曾有过类似的组织 任何组织必须提出申请并获准证后 才能使用警方标志 否则一律被视为不合法 换个焦点 承认同考的课题一直备受关注 教育部长马智里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独中同考特别委员会成立到现在 已经和相关单位和人士展开46次的会面 并预计在7月就能够把拟定的建议报告 交给教育部 再带入内阁议决 马智里说 在向教育部及内阁提成建议及报告前 必须收集各方意见 因为承认同考不应在未或全面考量 及深思熟虑下仓促决定 一直以来 承认同考的讨论局限在政治和教育范畴 但如今发现 他还涉及经济 国家生存 文化及身份认同等 他指出 通过成立委员会收集及聆听各方观点 至而提出建议 相信最终结果会是以国家与人民利益为基准 另一方面 国会反对党领袖 拿都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以报章刊登的部分政府大学招生广告 提及报读者可凭同考文凭资格作为入学资格 要求马智里解释 政府是否已承认同考时 马智里解释说 那是师范学院的招生广告 早在2012年起就已落实有关招生措施 来看法庭新闻 在上个星期三 大闹首都金山脚的菲律宾籍罗体跨性人 今天二度在推示体面控污辱民众罪名 但他否认有罪 被告肯特卡布纳昆被指在3月13号早上10点40分 赤身罗体爬上车子 企图干扰在苏丹伊斯迈路上的公路使用者 提出刑事法典第509 以特定的身体姿态蓄意污辱民众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判处监禁长达5年或罚款 或两者监失 他昨天已被带往推示庭面控行为不雅罪名 但他同样否认有罪 把镜头转向马六甲 一名59岁的中学老师阿都玛丽莎默 被控在2018年11月2号至4号 下午3点至上午9点30分 在甲市某酒店客房内抚摸16岁少女胸部 因而抵触2017年儿童性罪案法令第14支A条文 罪成者可坐牢不超过20年及鞭打 被告今天被控上法庭时否认有罪 法庭允许被告以1万令吉保释 并折定案件在4月22号过堂 被告在地庭法官诺玛伊斯迈面前不认罪后 其代表律师安德鲁说 被告目前还在执教 被告的妻子及孩子接到法庭旁听 获得家人的支持 另外一名已婚并育有儿女的军人 被告阿哈迪沙益 被控在2018年6月某天中午12点 在军营宿舍的某个单位猥亵6岁女童 触犯2017年儿童性罪案法令第14支A条文 罪成可坐牢不超过20年及鞭打 被告在地庭法官伊丽莎白巴也望面前不认罪 法官随后批准被告 由一名担保人以1万令吉保释 并将此案定在4月22号过堂 多元种族与宗教国情一直都让身为大马人的我们引以为傲 但无可否认国内还是有政党和政治领袖 利用种族和宗教课题发表仇恨言论 竞选门2.0执行总监叶瑞生指出 他担心这些仇恨言论将促使国家走向暴力 叶瑞生说在509大选之前 无论是国阵还是西盟都利用种族和宗教言论来捞取选票 这是非常不健康的 大选过后的6场补选 种族和宗教言论继续膨胀 尤其在最近两场金马伦高原国席和世毛月州席补选 巫统和伊斯兰党联手后 发表的言论内容例如投行动党等于消除马来特权 或是马来人已成为马来领土的客人等误导性言论 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一名政治人物 因为发表憎恨言论而被对付 他促请选举委员会援引选举罪行法令 来对付这些散播仇恨的政治人物 可取消候选人的竞选资格 禁止他们在未来5年内参选 生在马来西亚的你感到幸福吗 根据全球幸福报告显示 芬兰蝉联全球最幸福国家 而大马从去年的第35名 大跌45个位置排在第80名 全球幸福报告对156个国家进行评估 6项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预期寿命、社会支持、对政府的信任度 社会自由度和对他人惨慨程度 根据上述6项指标 大马的表现和去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而且预期寿命和社会自由度得分都比去年来的高 拖累大马排名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当中有项名为反乌托邦国家的数据 让大马在这方面的分数比去年少了整整1.3分 按研究方法解释 这情况可说是大马人的表面幸福因素 与主观真实的幸福感出现很大的落差 除了芬兰以外 前10名还包括丹麦、挪威、冰岛、荷兰、瑞士、瑞典、纽西兰、加拿大和奥地利 而亚洲方面 前100名包括台湾、新加坡、泰国、韩国、印尼及中国等 最不幸福的国家则是排在第156名的南苏丹 美国德州一名男子早前报案说 在家里附近看见一些蛇 请来作蛇公司帮忙 但是情况原来比想象中更严重 在屋子底下找出45条响尾蛇 当员工试图用长肝把蛇拉出来时 肝子反而被许多大蛇团团围绕 新闻的最后让我们透过镜头 看看这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我是佳蓁 祝您晚安 请请请订阅 请订阅 请订阅 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